哈喽大家好 那我今天想要来跟各位谈一下 这个手机的一个充电方法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Android的手机 是用Micro USB的线 那这个线 我们常常插把的时候 这个充电座是非常容易损坏的 那事实上我这个充电座已经损坏一次了 那我去更换完充电座之后呢 我就想一个比较两全其美的方法 不希望它再坏了 所以我就去买一个磁铁的 可以吸附的 那这个磁铁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因为这个它没有方向性 那纵使你在半夜的时候 阴暗的时候你要插 插这个插头也很方便 只要大概的位置 它就自动吸附上去了 正反向都可以 那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基本上 我这个是Micro USB的线 那每天就是这样要这样插 然后再这样再拔起来 那一年就至少拔了500次以上 这样就不理想 那这个网路上有人在卖这种 这种转接头 那这转接头是 你这个 这个Micro USB直接插在转接头上 然后呢 它这个是可以分离的 这两者是用磁铁的 那正反向都可以 这个方向或这个方向都可以 那你只要把这个头 插在你的这个手机 手机上就好了 这样 这样以后呢 你这个手机的这个充电座 就不用经常被拔来拔去的 因为 它是靠磁铁吸住的 比较不容易损坏 你就算拉下来 就好了 拉下来就可以 放上去就可以 而且不分方向 那原来我们的Micro USB 是要分方向的 所以这种在黑暗中 或是在开车 我们要充电是非常方便的 那像这种头的话 除了一般的传输线 正常传输线之外 它用这个快充线 也是可以walking的 也是可以动作的就对了 那当然这种头的话 它除了这个支援 这个Micro USB的这种 这种接点之外 它也有 也有这种 Type-C的 或是iPhone的都有 那所以说 你在家里的话 你各种不同的头 都可以用原来的这种 Micro USB的线 这是非常理想的方法 好 那以上呢 为各位介绍 用磁吸的方式 来替手机充电 那希望各位呢 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 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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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